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要是讲了一个商品详情页面 展示商品详情页面 就讲这一个内容 展示商品详情页面 然后这里面我们主要是讲两种实验方式 第一种实验方式 第一种方式就是我们最常见的 使用JSP来展示 使用JSP来展示页面 JSP展示页面 这里面我们讲到了 我们把页面分成三部分 一部分是商品的基本信息 商品基本信息 还有一个是商品描述 还有一个是商品的规格参数 那么为了我们 我们为了快速的展示 这个界面商品的基本信息 我们是在页面展示的时候 就已经把这个数据取到了 是吧 那么让JSP把这个页面渲染出来 然后直接展示出来 商品描述 我们使用的是阿扎克斯延迟加载 是不是 那么延迟了一秒钟 来加载这个数据 商品的规格参数 这个是按需加载 这是延迟加载 加载 然后这个是按需加载 什么叫按需加载 当用户看的时候再加载 不看的时候 是不是就可以不加载了 这是按需加载 然后这个是正常加载 这就是正常加载 这三种方式 那么这个使用JSP来展示 好 那么这些我们是在POD来展示的数据 他展示的数据 本身POD是不能 不能直接连数据库的是吧 那么我们这个都是调用的 我们淘德热斯的发布的服务 是吧 都是调用 调用服务来获得的数据 那么这是我们第一种展示方式 那么第二种方式呢 第二种方式我们讲的是什么 就是网页静态化是吧 静态化 哎 这个静态化我们使用的一个工具 是FreeMarker是吧 使用FreeMarker 这个工具 那么用这个工具呢 呃 我们就学了学FreeMarker是吧 FreeMarker这个东西啊 呃 需要创建一个模板是吧 创建一个模板 这个模板呢 其实啊 是一个类JSP的东西是吧 类似于JSP的东西 呃 那么他呢 就是 我们使用FreeMarker来加载这个模板 然后再把 再创建一个数据模型 是吧 创建一个数据集 数据集 然后把这个呃 这个模板需要的数据准备好 是吧 准备好 然后呢 是FreeMarker 加载模板 然后再把这个根据数据集来生成这个HTML是吧 数据集生成HTML页面啊 那么生成HTML页面了之后 我要访问到这个HTML应该怎么访问 呃 这个时候就不要再呃 可以不用Tomcat了是吧 当然你用Tomcat的也没问题 呃 这个时候因为Tomcat直接处理静态页面 它的效率不是特别高 那么我们就可以使用Nginx是吧 使用Nginx来访问这个HTML 呃 那么这个时候呃 我们这个效率就比较高了 那么这时候我们如果使用静态化这种方案呢 我们抛刀抛头这个工程 其实它就它的作用就变得已经很小了 是吧 它的作用功能就主要就是生成静态页面用的啊 那么其他的功能就已经没有了啊 呃 这是我们这个昨天讲的主要内容啊 就讲了这么多东西